其实,许多癌症都有早期讯号,人们往往以为是小毛病忽视了他们,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一般来说,身体某异常状况持续三至六个月都没有缓解甚至持续恶化,那就一定要看医生了。 特别是有家族癌症时,抽烟、喝酒的人,更需要加倍注意。一,反复发热发烧一般是常见的感染引起的症状,但是不明原因的发烧就可能是危险阿兆了。 癌症扩散至身体其他器官时,通常会导致发烧。淋巴流、白血病等血癌也有发烧症状。必要检查包括X光胸痘、CT扫描、核磁共振检查等。 2,脸部异常脸部癌可能发生在各年零段的人群中。对于经常晒太阳的人来说尤为危险。脸部癌通常最初表现为特殊的痣。 另外,无疼痛脸部角质化也可能是脸部癌的早期讯号。一般具体症状包括,脸部出现圆形皮怎样异常变化,区域性扁平或隆起。表面出现棕黄色或黑色夹皮。患者没有疼痛感。多发于面部和手背。 3,疲劳乏力周深感觉疲劳乏力是癌症发展常见的表现。但对于白血病、肠癌和胃癌来说,可能发病初期就会感到疲劳。疲劳也鉴于正常人。 癌症的疲劳乏力不同于普通疲劳。普通疲劳经休息一下就会消失。而癌症的疲劳,不论怎么休息,都会觉得很难改善。 4,持续咳嗽或沙哑。持续不停的咳嗽可能是肺癌的先兆。特别是对焉鸣来说。而生硬沙哑可能是头部或颈部肿瘤的表现。因为这些部位的肿瘤可能压迫声带或损害控制声带的神经。头部或颈部肿瘤如今在年轻人中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值得引起注意。 5,无痛感淋巴结。肿大淋巴流最长以淋巴线,结肿大为出发症状。尤其是在颈部、腋下或腹骨沟等部位。一处或多处出现淋巴结肿大。质地较硬但无疼痛感的。就应当心淋巴流。最好及时到医院就诊检查。 6,排泄习惯改变前列腺癌可能导致尿贫尘疾。结肠癌则可能导致长期便秘、腹泻。或者大便外观改变,例如大便便细。 前列腺癌和结肠癌与基因有一定关系。因此,有此类癌症加足使的人应该格外注意。 7,体重降低如果既没增加运动量,又没减少饮食,体重却莫名其妙下降。那就应该及时就医。因为肿瘤会影响新陈代谢。 降低身体吸收蛋白质和热量等营养物质的能力。消耗肌肉和脂肪。 酗酒的人和有家族病史的人应该格外注意。 8,无故疼痛如果身体某部位莫名出现疼痛并持续一周以上时。应尽快查明原因。 因为无缘无故的疼痛可能是癌症阿兆。长期腹痛是肝癌、胃癌、胰腺癌和大肠癌的症状。 胸痛是食管癌和肺癌的症状。骨头酸痛则是癌症转移的症状。 9,异常出血痰中带血可能是肺癌的阿兆。 变血除了痔疮外,很可能是肠癌的症状。 肠癌除了变血以外,如果肿瘤生长在靠近肛门处, 还可能出现大便便系、次数增多等症状。 甚至引起大便困难。 无痛尿血或排尿困难。 排除节食或炎症。 应警惕膀胱癌或肾癌。 皮坠出血则可能是脸部癌变食。 溃疡不遇口腔溃疡。 长期不遇可能是口腔癌的阿兆。 抽烟、喝酒和感染HPV、 人乳头状流病毒的人患口腔癌几率较高。 如果溃疡三至六个月都没有痊愈, 就应该去看医生了十一。 吞咽困难。 长期的吞咽困难。 净食时出现胸骨后疼痛、 食管内有异物感、消化不良等状况。 可能是喉癌、食道癌和胃癌的阿兆。 应该尽早接受X光胸痘或胃镜检查。 12.乳腺非典型增生 乳腺非典型增生可能是乳腺癌的癌前病变。 单纯的乳腺增生症并不发生癌变。 如果导管上皮高度增生及非典型增生则可能为癌前病变。 一般将乳腺组织非典型增生、 导管内乳头状流及乳腺囊性增生是为乳腺癌的癌前病变。 如果女性朋友发现乳房乳腺有种快要及时就诊。 进一步检查,明确病因。 13.慢性畏缩性胃炎 慢性畏缩性胃炎可能是胃癌的癌前病变。 大部分慢性胃炎患者及时接受正规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效果是比较好的。 不会致癌。 但是有的胃癌与某些良性病变共存, 或在某些良性病变如慢性畏缩性胃炎的基础上发生癌变。 而这些胃部疾病大多已长期存在。 更亦使患者放松对胃癌的警惕要确诊是否有胃癌。 就必须进行胃镜检查。 14.病毒引发的宫颈弥烂 病毒引发的宫颈弥烂可能是宫颈癌的癌前病变。 宫颈弥烂是宫颈表面的一种现象, 不是一种疾病。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临床表现, 一般不需要治疗。 早期宫颈癌和癌前病变的症状与宫颈弥烂症状相似。 盲目治疗, 反而会造成癌症扩散。 21岁以后的女性应该每年进行一次宫颈刮片检查。 30岁以后, 可联合HPV人乳头状瘤病毒进行检查。 15.肺部节节 肺部节节大部分是良性的。 只有很少一部分属于癌前病变或者肺癌。 如果发现出现了肺部节节, 不要过度惊慌。 也别忽视。 及时进一步诊断明确性质。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观察或治疗。 肺部节节很多情况下仅是炎症性病造。 这种疾病40岁以上人群多发。 因此这类人群, 或者有家族病史的高危人群, 尽量一年做一次低剂量螺旋CT筛查早期肺癌。